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新闻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看看体育界的大新闻 德里队在印度超级联赛IPO中以6票的优势 击败了古吉拉特队 后者在家中仅得89分 创下了队市最低得分纪录 接下来冲浪界的传奇人物凯利·斯莱特宣布 她即将结束长达数十年的职业冲浪生涯 这位52岁的运动员在澳大利亚的马格丽特河职业赛上 透露了这一消息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航空制造业的最新动态 一名波音公司的内部高密者向国会表示 在他多次尝试提出飞机制造安全问题时 遭到了上级的忽视甚至威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场令人瞩目的印度超级联赛PO比赛中 德里首都队以6个小胜点战胜了古吉拉特泰坦队 令人震惊地将后者压制在了他们有史以来最低的比分 仅仅89分 这场比赛在古吉拉特的主场进行 但似乎主场优势并没有给泰坦队带来太多帮助 反而是德里队在比赛中展现了压倒性的优势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德里队利用古吉拉特队的失误轻松地在罢 5个超级过后就追上了目标分数 这场胜利也使得德里队在IPL积分棒上升第6位 而古吉拉特队则下降到了第7位 比赛中德里队的投球手在慢速球场上表现出色 特别是Tristian Sutt在一个超级过中就拿下了两个小分 古吉拉特队的Rashikan以31分成为全队的最高得分手 而在追分阶段德里队迅速建立起了优势 尤其是Sandy Poir在他的首场IPL比赛公就被打了40分 显示出了德里队在攻击上的强大 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亚玛格丽特和职业比赛上 传奇冲浪选手Kelly Slater宣布了他的退休计划 这位52岁的职业冲浪者在比赛后的采访中流露出了情感 暗示他几十年的冲浪生涯即将划成据点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Slater表示一切都会有中期 并认为现在是离开这场运动的正确时机 作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冲浪选手之一 Slater拥有11个世界冲浪联赛冠军头衔 他的退休无疑标志住一个时代的结束 尽管Slater计划退出职业冲浪赛事 但他仍计划继续冲浪并探索比赛之外的其他机会 从德里首都队在开PL中的压倒性胜利 到Tally Slater充满生涯的感人告别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体育界的竞争与变迁 也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球场上的辉煌 还是个人生涯的转折点 每一刻都值得我们去珍惜和记忆 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 波音公司的一位告密者在国会作证 揭露了公司在飞机制造过程中对安全问题的忽视 以及他在提出安全问题时遭到的威胁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这位告密者 萨姆雷英波在周三的证词中表示 尽管他多次尝试提出他所看到的飞机制造安全问题 但他被忽视 有时甚至被上级威胁 他们会打你的私人电话 让你知道他们知道你住在哪里 他们知道你在哪里在哪里 他们可以伤害你 萨姆雷英波说 多位证员向参议员透露 波音公司的公司文化在其生产787梦想客机和777飞机时 将节省成本置于安全之上 在另一场关于联邦航空管理局 Buffer允许波音自行签署工作的听证会上 议员们召集了多位航空安全专家和前波音员工作为证员 值得注意的证词 在体育界据美联社报道 纳达尔在巴塞罗那公开赛的第二轮比赛中败给了亚历克斯德米娜 这是纳达尔自一月份以来的首次参赛 纳达尔在第一轮比赛中轻松战胜了 Fluffy Ocaboli Ocaboli 但在与德米纳尔的比赛中挣扎 这次失利发生在纳达尔从商力休息期返回后 今年仅参加了三场比赛 目前尚不清楚纳达尔是否会参加即将到来的马德里公开赛 在其他赛事中 Roberto Bautista各通国击败Andreofa和Sori 赢得了他的第四百场巡回赛级别胜利 《独立报》也报道了纳达尔在巴塞罗那公开赛被第四种子选手 亚历克斯·德米纳尔淘汰的消息 这标志住纳达尔在十五个月内的第二次参赛 自从一月份遭遇宽布问题后 纳达尔暗示今年可能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年 因此这次失利可能标志住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他曾经十二次夺冠的赛事中 在其他网球新闻中 Jack Draper击败了Rudolf Mollecker 进入了慕尼黑BMW公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Draper将在下一轮比赛中 面对Taylor Fritz或Aliangelo Moro-Kannelsy西西 这些事件展示了在不同领域中 无论是在商业航空还是体育竞技上 挑战和争议如何影响住参与者的命运 从郭英公司的安全问题到纳达尔在网球场上的争取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天空还是球场 坚持原则和追求卓越始终是成功的关键 在潮流与时尚的世界里 名人总是那些引领风潮的先行者 无论是在电影首映音乐节还是日常生活中 他们的每一次亮相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潮流趋势 也要为全球瞩目的女星 Taylor Swift和Zendaya就以他们独特的穿搭风格 再次证明了名人在时尚界的影响力 根据Iraku US的报道 Taylor Swift最近在悉尼动物园被拍到穿着一双 冒纹Adidas Superstar Rue do Wadaji 这款鞋子也出于197与1970年为篮球运动员退出 随后便因其舒适性与时尚感受到了滑板运动员 嘻哈艺术家和时尚达人的喜爱 Adidas Superstar以其多样的颜色和款式 加厚的鞋垫舌头和鞋领而闻名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可穿着 消费者对这款鞋子的评价普遍很高 认为他们既舒适又耐穿 非常适合长时间行走 Taylor Swift的这次亮相 无疑又将这款经典鞋子推到了新典鞋子 推到了新典鞋子 而在另一边 The Independent报道了Cindia在她新电影 Challengers的宣传期间所展示的一系列 网球主题服装 从定制的绿色礼服 银色闪亮连衣裙配网球球鞋跟 到白色吊带裙上的网球拍刺绣 以及由Calvin Klein和Mark Jacob Jekop 设计的全白套装和亮绿色断面套装 再到Louis傅城的格子绿白迷你裙 Brunello Cushion Alley的针织衫和长裙 以及On Running定制的网球装 Zindia的每一次亮相 都充满了运动与时尚的完美柔和 展示了她独特的时尚品味 和对角色的全情投入 然而当时尚与潮流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时 世界的另一角落可能正发生着截然不同的故事 根据BBC的报道 澳大利亚新疑最近发生的疫情 针对主教的刺伤事件 让这个多宗教的城市紧张局势升高 一名16岁男孩在一个正教会的亚述基督教教堂内刺伤了主教 并攻击了其他神职人员和教徒 这起事件迅速在当地和全球的基督教社区中传播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恐慌 该事件不仅引发了教会内部的恐慌 也导致了对穆斯林礼拜场所的威胁增加 以及城市内伊斯兰恐惧症的上升 在这个已经因历史上的迫害和流离失所 而变得脆弱的亚述基督教社区中 这起攻击事件假设了人们的不安和恐惧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尽管时尚和潮流 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色彩和乐趣 但在这个多元而复杂的世界里 还有许多更深层次的问题 需要我们关注和思考 无论是在时尚的T台上 还是在多宗教社区的日常生活中 理解尊重和和谐共处始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泰勒斯特的最新专辑的 《Turture Poets Department》于4月19日发布 这是他的第十一张录音式专辑 包含了16首曲目 这位流行巨星对专辑背后的灵感保持相对沉默 让粉丝们猜测 这可能与他与演员乔阿尔门的《非首有魂》 专辑中的歌曲《Russo Wang》 《I Can Fit Them No Really I Can't等》 展示了斯维夫特的音乐才华之日的音乐才华 值得注意的是斯维夫特在专辑发布前 并没有发布任何单曲 这张专辑的发布标志着斯维夫特音乐生涯的新纪元 谢谢您的收看 这张专辑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一 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